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953年生于嘉义县大林社团新村的张爱嘉 他的籍贯是山西省五台县 他的父亲张文庄是空军的飞官 那母亲魏淑娟是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 第六任的新闻局长 中央通讯社社长 新闻界元老魏锦盟 那1954年的2月19号 张爱嘉31岁的父亲张文庄 驾驶C47型的运输机 不幸在新竹壮山罹难 留下了寡妻 还有一岁大的女儿张爱嘉 还有姐姐张爱玲 张爱嘉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 被母亲带到美国定居 并且接受教育 但是他也曾经回到台湾过 他读过私立在新小学 跟马英九夫人周美清成为同学 那12岁的时候张爱嘉又移民到了香港九龙城 并且进入到这个新法书院 小学部五年级 后来他又到这个美国的纽约就学 15岁回到台湾 进入台北县私立盛兴女中 以及台北美国学校当时还在这个士林 那童年跟青少年时期 在不断地这样跨国迁徙 让张爱嘉的这个华语 粤语跟英语都很流利 那上一集我们就有提到过 在1970年代电影明星跟歌星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行业 因为他歌星是要维持曝光度 他必须要经常上电视 但电影明星他要维持神秘感 要刺激这个观众 买票进电影院 因此当红的电影明星来唱歌 就像珍珍或林青霞来唱歌 他即使一张唱片里 他只唱一首歌 也会成为这个新闻话题 那当然了 也有歌手像是刘文正或凤飞飞 他们不但演电影 而且还要当男女主角 但是这样的电影 都是卖给这个刘文正 跟凤飞飞的死忠粉丝 当时要同时走红于歌坛跟影坛 让人你没有办法定位说 他到底是歌手 还是电影明星的艺人 应该也就只有张爱嘉 因为在电影的部分 1972年张爱嘉在香港 他就演出第一部电影 《飞狐小霸王》 后来他加入了家和 早期他在香港的电影里面 大多是扮演这个 就是飘悍的女警官 最著名的就是 他跟麦家合作的最佳拍档 到了1976年 张爱嘉在台湾 以演出穷瑶小说改编的电影 《碧云天》 获得第十三届金马奖的 最佳女配角奖 到了1981年 他第一次以莫莉花这一个片 提名挑战金马奖影后 终于在1981年 以《我的爷爷》这部片子 荣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宝座 但是张爱嘉在影坛上更大的成就 其实是导演一职 1979年张爱嘉第一次拍摄 导演徒宗迅 因为车祸而未能去世 而未能完成的某年某月某一天 1986年 导演的第二部作品 最爱荣获金马奖最佳导演跟最佳女主角的双项提名 那最后他以演技获得了这个影后 那最爱曾经获得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影片的八项的提名 而且后来又获得了198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 所以说堪称这个是张爱嘉这个指导跟从影以来最辉煌的时刻 虽然在影台上获得很大的成就 但是张爱嘉在歌坛 其实也都一直是这个畅销歌手 张爱嘉在受访的时候曾经提到 他自己童年跟青少年时期的 就是随着母亲不断的跨国迁徙 因此华语 粤语 英语都很流利 但是天生外向的他 他知道讲说自己就不是读书的材料 那妈妈要供应这个姐姐读书 已经很吃力了 所以张爱嘉16岁的时候 他就进入到台湾的娱乐圈 成为这个电台的主持人 17岁他就进入到歌龄唱片 当上歌手 并且主持电视节目 那这张张爱嘉的第四张专辑 也许也是张爱嘉在歌龄唱片的 最后一张个人专辑 那之后张爱嘉就转网了滚石唱片 唱了这个罗大佑制作的 那个专辑童年 从此成为第一线的歌手 罗大佑也成为了第一线的制作人 虽然张爱嘉当时是已婚的身份 那罗大佑也有了多年的女友 可是两个人却因为工作的关系 而有了爱情 罗大佑并用张爱嘉的那个小名 就是叫做小妹 作了一首歌叫做小妹 收入在1983年出版的 未来的主人龙专辑里面 那两个人分手之后 罗大佑又以一个名作 就是《是否》这首歌 纪念两个人的感情 大家都以为 这个张爱嘉跟罗大佑 他们是在滚石唱片才开始合作的 其实罗大佑从1980年 张爱嘉还在歌龄唱片时期 也就是在这张专辑 也许当中他就 罗大佑一个人就奉献了五首作品 其中有三首还是首次发表的 那另外两首 则是电影闪亮的日子里面的插曲 但是这张专辑的主题 跟这个主打歌 却是正贵场的也许 所以大家都忽略掉了 张爱嘉跟罗大佑 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 就已经合作过了 那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四季这首歌 和张爱嘉后来在滚石唱片的专辑 同年当中 也有一首歌叫做四季 虽然两首歌的这个名字相同 曲调却是这首这里这个是比较简单 那两相对照就可以看出 这个罗大佑的这个创作轨迹 那至于这一首也许 他的作者正贵场 他的作品大多出现在早期的 歌林唱片时代 那因为他跟刘家昌都是来自于 南韩的这个移民 那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成为好友 那进入到歌林唱片之后 后来刘文正跟其他这个制作人 就是讲说大多都会使用这个正贵场的歌曲 所以让这个正贵场的作品 有机会在流行约翰发光发热 那正贵场它不但是会作曲 而且它也会填词 那而且它的曲风就是讲说很多元 那这个所以歌曲唱起来 有这个西洋歌曲的那种快节奏的感觉 因此常常成为唱片的第一组打歌 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专辑 例如像张爱嘉的这个《喜别》 《肖绿珠》的那个《青涩山脉》 《凤飞飞》的那个《我愿》 刘文正的那个《云且留住》 《江陵的把你的手放在我肩上》 还有《雨离塑》的那个缘分 这都是正贵场的作品 可是要到1980年代 正贵场就转战商场 从此就很少有作品出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